好棒 好好好 學校教練 開學校教練 好棒 好棒 剛剛錄完貓咪了 然後 我現在用的是GoPro 就是GoPro 6在錄影 所以我不確定它本體的收音狀況如何 我希望至少你們聽得到我在說什麼 現在我要去找Neko一下 Neko她今天有個東西要拍 我讓Neko跟你們講這要拍什麼好了 我要拍 88888訂閱回饋 所以我沒有買的道具跟那個有關 對 懲罰道具 懲罰我還是懲罰道具 對我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懲罰道具 接下來就是跟Neko要去買懲罰道具 在萬年的地下室可以買得到 如果對新北京很熟的應該馬上就可以理解 是要買什麼東西 然後 再來大家應該關注的就是今天吃什麼東西 對不對 從封面看到了就知道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直接到晚上吃飯的地方去 Go 好的各位 我們現在就已經來到我們今天晚餐要吃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呢 是羽根推薦的 他說這裡有個馬鈴薯什麼湯 看起來很華麗非常的厲害 所以我們就直接先看一下這間店在哪裡 長什麼樣子 這間店叫做韓食館 是羽根推薦的 因為他的公司在附近 所以他說他來吃過覺得很好吃 那既然叫做韓食館 理所當然的裡面大部分都是韓式料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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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要跟你講什麼忘了 沒關係 一定是幹話不需要 對應該是幹話 不重要 這間店呢小小一間 座位並沒有很多 所以如果要來吃的話 建議還是先電話預約一下 我順便提醒一下 雖然冷氣好像很多台 但是裡面真的有一點點熱 如果不耐熱的要注意一下 剛剛外面有人想要直接進來 就是沒有預約訂閱進來 結果店員跟他講說 還有七組在這裡 現在時間是晚上七點二十 有七組在外面排隊 請務必要訂位好嗎 多久以前就預訂了 我等兩個月好沒有 其實我上天兩天 三 禮拜二吧禮拜二月的吧 可是我上次約不到 沒有我覺得是十段啦 可能是剛好剛好 不是我說就是 可能剛好禮拜四大家比較閒 你知道 應該是有可能 你知道是禮拜四嗎 也是禮拜四 也是禮拜四 對反正來這裡之前 一定要先打電話來預約的位置 等一下 我們以後就要弄到 翻一下是不是 好 好 好 這個是煎餅 好 這個是炸醬麵 好 這個是炸醬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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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吃喔 海鮮 然後我爸吃完就後悔了 哈哈哈哈 可是我看人家說不會很鮮 因為他還是去韓國吃的 這個是什麼餅 海鮮煎餅 海鮮煎餅 然後 這個 海鮮煎餅 又好好看 好 我來吃這個 我來吃這個 Neko剛剛 力推 歐巴麵 黑色的肉 茶醬 黑色的茶醬麵 它顏色這麼深 應該讓我以為 它應該很鹹 結果 沒有 它很清淡 好 好 沒問題 耶 它那個湯也可以喝 好 太棒了 謝謝 吃 你要吃什麼 等一下先講一下 你要吃什麼 辣五花肉飯飯 辣五花肉飯飯 就是那個 紅紅辣椒 Neko挑戰辣 我要證明我進步了 我要證明我進步了 你們每次都說我不會吃辣 看看Neko的手放送給 你在抽去 你可以不要變成 放了一點 好好好 開始跑了 好快 這個會辣沒錯 不過它辣裡面有帶 一點點甜 然後它的辣醬不是很稀 是比較濃的那種 然後它的甜 它辣中帶甜呢 配這個白飯 哇 很好吃 可是你要開始流汗 下一個 那胡椒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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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馬粉 沒有 喔它不是胡椒 不是胡椒 你可以放著 它要不要放過 因為它等一下會慢慢的 真的嗎 對啊 你說這個等一下 它會慢慢的下去 它會慢慢的下去 好好好說實說實 這個我一定說一下 你不是說很很小的 大的可能不行 因為我們以前點小的 是 大的 我剛剛也是很像 嗯 現在大的是直接嗎 是要手動 我沒有點過大 我沒有點過大 現在點都是小的 那小的它就是慢慢的滾開 然後它剛剛講說 這個肉 要一次夾大塊的 他說 因為它講說 小塊的肉呢 在裡面會散掉 散掉之後的話 就會不好吃 哇 這鍋真的很猛耶 它這個呢 每一塊肉 基本上都很大塊 然後照著它剛剛說的 一次整塊骨夾起來 不要噴開 夾怕肉散掉 那可以沾旁邊的那個沾醬 但我現在真的吃不起來 那個沾醬 到底是什麼味道 我覺得它的肉 是到 軟Q 沒有到爛的程度 你幹嘛 你幹嘛吃到仰天長笑 快變生了 你要幹嘛 會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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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 它是那種微量 一直疊一直疊 然後對我來說就是 一直疊一直疊一直疊 然後就不行了 剛剛那個飯是很直接的衝擊 就是一圈給你死 它這個比較像是 我揍你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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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靠你十全清的 等你發現了之後 你已經殘血了 哈哈哈哈 我們還有點一個炒飯 那個炒飯呢 就是要這邊這一鍋 吃到剩一點點的時候 他要直接用這鍋的湯底來泡 然後 我們DA大人呢 非常堅持想要吃 起司 起司 起司怎麼炒飯啊 就是 起司炒飯 嗯 所以DA現在把這邊 全部打包回去 給多多利吃 多多利吃 這個明天早上 明天早上 大家就不要滑 哈哈 為了嘗試這個炒飯呢 我們就先把鍋裡的料 全部放在另外一個碗裡面 那原本我以為 會像一般台式的炒飯這樣做 但它其實這樣子 真正炒起來 其實比較像是鍋巴一點 而且當它把起司倒下去之後 整個香味都會冒出來 非常非常香的起司味 這邊這個就是剛剛我們講的 你要把鍋全部吃完之後呢 它透過原本的鍋底的醬 然後來煮炒飯 那DA點的是有加起司 所以你們應該有看到上面就是 剛剛撒了一圈的起司 正在開始融化 然後蓋在那個飯上面 一起吃比較脆脆的 所以我們兩個就挖起來就可以吃了 是這樣子 對對對 如果都下去炒的話 它就會軟軟的 它就可以這樣 這樣 這已經可以挖了吧 對可以吃了 耶 太好了 不然旁邊 就是直接提香 好 謝謝 這個好微妙喔 起司味只在下面是 那種 韓式泡菜的味道 這裏的起司很微妙耶 你覺得如何 我覺得不會辣得太好了 除此之外 海苔還蠻香的 它海苔香味很濃 韓國海苔 對 韓國海苔很好吃 對 韓國海苔很好吃 只有我覺得這個 起司配泡菜 很奇怪喔 我覺得還好 不奇怪喔 不奇怪喔 我覺得還可以喔 我覺得很奇怪 我覺得還可以喔 你現在毛病有那麼多 你真的很兇耶 你現在有必要嗎 不過 它營業時間到九點 現在已經九點半了 非常不好意思 我們吃太晚了 好 那我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呃 我們四個人總共吃了 兩千塊 就平均一個人五百塊 多一點點 我覺得這樣子 算 過多 如果大家只是想來輕鬆吃的話 可能不會花到這麼多 可能三四百塊就夠了 我現在肚子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飽 非常的沉 那關於這間店的詳細位置呢 我會放在影片下方的連結 我個人 因為我不常吃韓式 所以 呃 我不確定 這個到底是比較起來 算是很好吃還是普通而已 但我個人還算OK 還蠻喜歡的 所以你們如果想來的話 自己看影片下方的詳細資訊 找這間店在哪 好不好 好啦各位那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呃 明後天開始 又會有直播相關的工作又忙 到時候我可能會加一台GoPro 還是哪裡放在這邊 記錄我的工作 有興趣的話務必關注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大家 掰掰 然後我們要打 可是顏色是不是彩醜 它是大太陽 我恰來打 太棒了 顏色醜醜了 他說在大太陽底下彈跳 GoPro是大太陽才會搶 那現在那麼醜